纏了将近四年的红夏链 也就是红海入主夏普的投资案 终于尘埃落定了 红海今天召开重大讯息记者会 宣布以3888亿日元 超过了新台并1000亿元的价格 取得了夏普过半股权 红夏链正式成局 来看 红海成功入主夏普 创下了五个第一的记录 首先是日本第一次接受 外资企业收购重整 再来就是红海在这个集团 创立42年以来最大宗的海外投资案 以及台湾企业对外的最大投资案 台湾企业也是第一次收购的 日本的面板大厂 而如果红海派董事人选 入主夏普新董事会的话 那么百年夏普很可能会出现 第一位的台湾人社长 是3888 对整个中国人台湾人来讲的话 是最吉利的一个数目 就是三花花花 3888 3888亿日元 折合新台币超过1000亿的天文数字 总算让红夏链开花结果 不过红海副总裁 同时也是传言中 未来夏普掌门人的戴正吴 他却说对红夏链这个名词 不是很喜欢 所谓红夏链 这是我们公司最不喜欢听的 不是并购好不好 我们是投资 这类性的投资 我们投资 整个集团加我们总裁 是66% 这次对夏普的投资 让整个红海集团 以每股88元的价格 投入将近4000亿的资金 对比2012年的夏普 开出每股550元的价格 可见夏普求价心切 而在这将近4000亿当中 红海及其名下的子公司 砸下1949亿 而红准也拿出568亿 更惊人的是 郭董还以个人民意 投资了369亿 拿到8%的夏普股份 整个红海集团包含 郭董个人总共拿下夏普 超过6成的股份 另外红海还花了将近1000亿 买下夏普增资发行的特别股 作为夏普研发用 郭董对夏普的重视不言可遇 两家世界级的科技产业领导公司 将开展具有历史意义的策略联盟 双方的企业文化核心 都以勤奋创意创新出发 在共同的理念下 新团队将攜手努力前进 我们将恢复盈利与强化营运开始 让夏普再度成为世界电子产业的领导者 恢复世界级企业的荣光 红海投资夏普案是台湾有史以来 单一公司对外最大的投资案 红夏更将于4月2号 吸首在大阪召开签约记者会 究竟红夏结合能不能真的让夏普 恢复荣光 更发挥1加1大于2的宗效 就看4月2号双方怎么说 有点TV网子能超成台湾报道